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ETV的《個人講事》 我們今集就講一下誠哥的設資 一定要賺誠哥的 難聽這句話是抵他發財的 是抵他賺那麼多錢的 人家有個投資的慰眼 亦都知道香港不是以前那樣 是一個方便投資 或者放心去投資的地方 我們經常都講的 當時上海自由貿易區開通之後 我們就擔心 仆街上海會不會去過香港 會不會去過香港呢 我當時就不相信的 因為我不相信 我不覺得上海會吃越香港的 因為很重要的就是投資者的信心 很重要的就是投資者的信心 是不是真的有信心放錢在上海呢 大家都知道 上海是一個沒有法治 整個國家是一個沒有法治的國家 是人治的地方 西方的投資者是不放心放那麼多錢在這個沒有法治的地方 所以有很多的西方國家都將他的總部會設在香港 因為香港那時候還有法治 但是過了雨傘革命之後 所謂的 我們都是叫做一個有法治的地方 但是是不是真的還有法治呢 就是看看誠哥設資就知道的了 那麼誠哥就很明顯 他是 說了給所有商家老聽 中國和香港已經是不值得放那麼多錢在這地方 因為一個沒有法治的地方 他可以隨時去清算你的東西 拿走你的東西 不需要有理由的 因為沒有法治的嘛 不是用法律去達到公平的嘛 根本就不會彰顯到的 那麼他是會轉去開萬群島 一個叫做英國的殖民地 那麼我希望 又是很重要的 有一次說過就是經濟自由化 不是只可以經濟自由化 不可以獨善其身 政治自由化 亦都是保障經濟 亦都是保障整個國家的穩定 那麼歡迎的 你可以繼續這樣做 我覺得是OK的 你可以繼續這樣搞下去的 那麼當所有的投資者 當所有的商家佬 都不在中國或者香港投資的時候 你覺得中國的經濟還能不能保持7或者8呢 有沒有可能繼續保8呢 你要記住 習總 中國不是一個獨善其身的國家 現在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 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 大家都是一體 是一體化 我希望 習總你都 對 你是一個聰明的人 由誠哥撤資這件事裡面 希望你去吸收法治 以及政治現代化 才是保障到國家的經濟繁榮 以及政治穩定的一個 叫做比較好一點的良方 而不是繼續去打壓 我希望習總你會聽聽我們的勸告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